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三晚繼續開市 美股昨天就放了假開市 因為債息上升 多類的美股都顯著是回落的 但對港股今天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今天港股反而是呈現高開的 恒指高開117點 不過見到24、286全是最高位之後就掉頭回落了 下午初段更加跌穿過24,000 最低見到23,952點 最多曾經跌過161點 收市就報24,128點 又反而升了15點 成交是1,149億的 恒指今天升得到 國子和科子都估額比較大些 這個國子就收8442 跌7點 科子就收564 跌56點 跌幅是接近百分之一的 今天看到港股很淡爭 時都挺激烈的 恒指穿過24,000 最後又收上24,100 以上 指數牛洪正的資金流 今天看到流向哪邊多些呢? 是啊 看回大市的話 因為今天還是比較偏靜 都是1000億頭的成交 看回大市比較靜的情況底下的話 投資者都不是太願意下注在某一個方向上面 看到其實牛洪正整體的資金流的話 其實大部份的資金都可能是日內的部署為主了 去到收市的時候的話 你看到有些淡倉也都是先行平倉 如果你說早段的時候的話 大市是有一些跌幅的時候的話 其實曾經都吸引過有些資金開豪倉 不過隨著大市呢 在低位是24這位手環 跟著美市又轉升 其實也有些資金也都是先行平倉 就不再拿著那些牛證 我想暫時的大市都還是比較責幅 未有明確的方向 投資者來說的話 那個入市的意欲其實都是比較低 看到那個部署上面都比較審慎的 嗯 那我們先看一些科技股 美團今天的低位是繼續下減的 最低是210.08 收就收214.4 就勉強收在10天線以上 都沒有收穿10天線的 今天美團就跌了個4人錢 跌了0.6% 美團方面那些衍生產品的資金流有什麼變化提到呢? 是啊 美團的話 看看股價今天都是有一些波幅 但是如果你看看那個資金流 今天的科技股就轉成了 主要我想的原因就是 昨天其實看到外圍方面的科技股 有個比明顯的股額 但是呢 看回港股這邊開市 美團其實還要高開 跟騰訊都一樣了 令到你說早段有些投資者本身 預料在港股開市之後 可能是低級的話呢 看到股價高開的話 都不是那麼敢入市了 之後其實全都是橫行的話 其實也都是 騰訊也好 或者美團也好 其實那個資金流流流的情況都不明顯 因為證據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 無論好友達友都覺得在這個水位上面 可能那個情況率不是太高的 嗯 騰訊今天就看到是曾經下市450元 守住450元 無結磚 收市就上了455.8元 就微升0.7% 升了3元的 騰訊方面它的衍生產品 今天的資金做了很多 還是差不多呢? 是啊 那如果你說看回騰訊的話 那個股價今天就是稍微回穩了 就是看到它的股價 其實就在450元的水平的時候 暫時都是看到我的支持在這裡 就是昨天有些資金入場就買回騰訊的好倉 薄割證股可以反彈的 那看到股價回穩 有部份的好倉 也都是有一點水位的時候 也都算爪難食戶先 那也都如果你說在卵證上面來說的話 那看回騰訊可能是完成了這個除淨之後的話 那就是今天 明早開始就已經是完成了這個除淨了 那看回那個資金流的方面來說是會再買回騰訊 那還是會在市場上面沽售呢? 因為之前投資者都會擔心 因為小股東可能會收到一個京東的稅股 有機會在它除淨之前沽售騰訊的 那明天之後看回那個市場的資金流向究竟是怎樣了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話就是 就是卵證方面來說的話 大家也都不用太擔心或者除淨對那個卵證的價格是影響的 因為其實相關那個影響都會在發行商 就是用一個方法就是調整那個凝股證 或者牛紅證那個行使價和換股比率 令到就是說這個除淨的事件對那個卵證的價格是沒有一個特別的影響 所以就不需要太擔心這方面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那個證股是 就是除淨之後的股價是跌下來的時候的話 那當然你說你買一些很貼價的牛證的時候的話 都要小心就是說稍後你買這些貼價的牛證 其實它那個的收回價會不會都接近了這個證股減價呢 另外看回銀行股 昨晚美國的短期債息雖然就上升 但是因為高盛公過業績差的預期 就令到那些銀行股的股價下跌 所以都對匯豐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匯豐今天曾經是最低見到54月 而收就收54.7% 都升到0.3% 匯豐的卵證資金浪費最近是有沒有繼續增加呢? 是啊 匯豐的話其實看到股價 今早就早段是輕微回落 輕微回落的時候其實吸引了 繼續都有些資金就入場去做膽的 或者看回銀證方面也都有些資金去補儲 早段其實它的股價回落 有部份可能拿過野淡倉的投資者 就少量是食戶 但是下午看到它的股價 跌幅收窄 以及美市是轉升的話 其實就反而吸引了一些資金 再加回一些匯豐的淡倉 但是我想先前一兩天我們都提過 如果這次匯豐的股價 稍微調整之後的話 後市是可以突破到55元這個關口的話 但是有可能短線要考慮是否先行平倉 因為稍作徵股之後再破一個阻力位的話 都要小心那個徵股會不會是 再有一些可能平倉的活動大動再向上的 今天看到內險股就幾年錯的 好像國壽那樣就升了超過百分之一 創了近兩個月的新高 平保都升了百分之0.9 收市部61.4 見不見到又多了資金流入 一些內險股的 好像平保那些的建生產品呢? 平保其實近期看到資金流就開始多了 因為我想看回今天看到內房股 或者物館股表現就比較強一些 市場都會憧憬是不是內地方面那個 因為人行方面來講都釋放一個放稅的訊號 有機會就令到內房股有些反彈 從而也都帶動到一些保險股的表現 平保過去幾天其實都在60萬元的水平是企穩 今天那個股價其實都算是相對是跑人大市 後市就看回延水平整股過後 有沒有機會向上突破63元這個助力位 最後我們看完港交所 看到今天它的股價都升到的 收456.4 升3.8 升幅0.8 港交所的隆正的資金流有什麼變化呢? 港交所的話看回股價其實今天都算是 就是繼續都是表現都是相對跑人大市 暫時都是450元到460元之間是上落 見到美市其實呢 大市由跌轉升其實它都是其中一個功勢 繼續可以考慮著就是一個區間上落的部署先 留意著都是450到460元之間的一個幅度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主持黃偉傑 何啟聰 好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了 師傅 看到大市在今天來說的話 其實都還是一個比較反覆的走勢 早段就沒有跟隨美國股市的下跌的 高開 但是高開之後的話 也都看到投資者也沒有太大的信心入市 所以看到高位也都有不少的獲利回吐 下午的時候恆指一度就跌近24000這個位的 但是去到24000的時候 然後又看到美市的時候的話 大市就跌幅收窄 最終都是轉升的 這幾天其實都是一個很窄的伯伏 每天可能都是200點左右的上落 而收市其實那個變動幅度就不是太大的 那後市你怎麼看呢? 是 形態上恆指就正在做一個旗營 而這個就是一個上升旗營的 那經常聽我說旗營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如果是一個上升旗營 就代表是經過短期的急升之後 就進入一個整固的形態 那個旗暴就是整固的形態 那完成整固後再展升的機會就比較高的 那現在都看到過去這幾天雖然走勢就差一些 但是每天都是高開低收 在這個陰陽觸徒都是形成陰營 但是又看到那個低位的收市指數呢 一直都守著那條50天線是沒有收低過那條50天線 所以只要不跌穿不收低過那條50天線呢 那個整固形態都是會繼續的 不過在整固的時候呢 當然那個波幅會窄一些 成家會薄弱一些 那要等它完成整固才會再有 那個波幅再擴大了 如果你說在現水平來說的話 就是在看著50天線就是 現在是23978點的水位 如果看好在50天線附近都有支持的 我想整固的時候做一些看好的部署 牛證工具可以留意分別有50955和50013 50955就是恆子牛證收回價23700點 1萬對1牛證公關比率60倍 50013收回價23600點 1萬對1牛證公關比率提供有大概52倍 至於淡倉方面 也可以留意一些新上市的紅證的選擇 分別有53772以及53228 53772就是紅證 明天新上市收回價24500點 1萬對1紅證 53228收回價24600點 1萬對1紅證 紅證公關比率大概是32倍的 現在我們看看科技股 先說美團 因為它RSI仍然站在50個下 所以走勢上來說都是比較偏弱一些的 今天低位曾經見過210.08 收就收214.4 對比昨天都要跌0.6% 美團的論證可以怎麼選擇呢? 是的 它的股價今天都還是比較反覆的 早段高開了 不過最終都是收跌 也都是繼續有一個陰燭的形態出現了 如果你看它的股價 今天都叫做繼續守著在210元這個水平 但是慎旁就說 如果一直都未能夠大幅反彈 最終失手210元的話 可能就要下市200元以下的支持 如果看好就是覺得 美團在210元的水平是有支持的 想做回看好的部署 好倉的部署 call方面選擇可以留意有一個19258 19258這隻美團call 行使價273.93 今年6月份才到期的call 這個call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7倍 至於看淡的話可以留意有美團的凝固症選擇 就是16926 16926這隻美團的凝固症 行使價就是176.78 今年6月底的call的call 實際槓桿比率就是3.5倍 另外如果你說看3690那個牛紅症方面的選擇 可以看一些 比如說牛證工具上面可以留意一些收回價 可能在200元邊或者200元以下的一些牛證選擇 比如說如果在200元以下的牛證 可以留意有隻50100 收回價197元 共感比率9.5倍 至於美團的紅症方面 可以留意有63730 63730這隻美團的紅症收回價是234元 共感比率大概是8.6倍 至於騰訊就看到這兩天的股價去到450元 看到支持的 今天收就收市上了455.8元 比昨天來講升了3元升了0.57 騰訊的論證又可以怎麼選呢? 是啊 昨天提過騰訊的股價的話 大家都之前會擔心說會不會因為 因為京東方面的徐靖反而會令到有些投資者 就寧願在徐靖之前先沽了一個騰訊 對它的股價可能會構成一定的壓力 不過今天叫做守住450元 也都完成了這個徐靖的動作 接下來就看回就是 騰訊明天的股價是否可以出現反彈 還是說在徐靖之後的話 可能會失手這個450元的關口上不回去了 明天都值得密切留意著 如果看好覺得騰訊的股價 有機會可以出現一個反彈 可以留意認購證選擇有隻11837 11837這隻騰訊認購證行使價是540元5毫 這個call今年3月底到期 實際的共感比率大概是13倍的 至於如果看淡的話 想留意POOT方面的選擇 可以留意有隻13046 13046這隻騰訊認購證行使價384.8 今年的5月底到期 實際的共感比率大概是7倍左右 另外也可以留意一些騰訊的牛群證方面 那個產品的選擇 牛證的工具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騰訊的牛證 比如說這個68612 68612收回價428.88 共感比率就是14.5倍 雄證方面的選擇的時候的話 可以參考有53187 53187收回價是473元 共感比率大概是18倍 另外提醒大家關於徐證 對這些騰訊的卵證產品 包括牛群證的行使價和收回價的調整 明天開始後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相關的調整的數字是多少 在入場的時候的話可以留意最新的 這些騰訊的認購證 就是經調整後的行使價和收回價的一些條款 才去做個部署 嗯 接著我們看看匯豐 匯豐的股價就在接近5萬元那些位置的整顧的 美國的債息繼續上升 就對它的股價也支持 但是近來美國的大銀行的業績差的預期 股價受壓又令到 匯豐暫時那個聲勢是好像在這裡吐氣那樣 那接下來匯豐的卵證可以怎樣部署 如果你說看回匯豐方面的卵證的話 看到它的股價 今天都是55元的水平的時候的話 暫時還是看到阻力 不過今天的形態上似乎就是好轉作 因為其實日中曾經下去54.2元 收市前就上回日中的高位 就是54.7元收市 如果說真的做了淡倉的朋友 看著這個55元的罐口 如果後市是再突破55元的罐口 要留意一下會不會有淡倉平倉的活動 否則如果你說股價都是受制55元的話 可以繼續留意淡倉的部署 call put方面的選擇 看好的覺得它接下來有機會是突破55元的阻力 可以留意一下call的選擇21563 21563行使價60.05元 今年7月底到期call 因為這個季度就不可以發行一個匯豐的牛熊證 可能那個槓桿比率反而是不及這個認購證的 但是如果看淡的 紅證方面也會有還有一些高槓桿產品選擇 譬如說69253收回價是56.8元 槓桿比率就是12倍左右的 嗯 內險股今天都表現強勢的 平保今天就收入是1.4元 升了接近1% 平保如果看好的話 那麼平保的話 看它的股價其實就是 今天是在這個 如果你看看這個平保方面的股價 繼續都是首穩60元的水平 還有值得留意就是說 平保其實它近期的股價似乎就是 就是在60元的水平是首穩到的 也都看到它的股價是慢慢就是說 是向上方發展 再加上就是內方股方面也都是 近期是有一些的反彈危的勢頭出現了 留意一下平保在60元邊稍作整股之後的話 可不可以向上突破 那天都多一些資金入場去開平保的好倉 看好的好倉選擇 call方面選擇1506 行使價72月9日3 今年4月底到期的認購證 實際槓桿比率就接近10倍的1506 另外如果你說想用這個牛洪政部署的話 牛政的工具可以留意有隻50077、50077 收回價是57.38 槓桿比率14.3倍 淡倉看淡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洪政選擇65504 收回價64.88 這隻洪政槓桿比率12.3倍的 最後我們看看港加索 它的股價近期就在450元那裡上落 今天看到收市價456.4就上了一條50篇線 50篇線就在455.2的這個位置 而港加索的卵證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回這個港加索的卵證的話 看到它的股價3008 它是在這個450元 到這個460元之間去上落 暫時還是比較窄覆的 不過近日看到大市下跌的時候 它的股價低位似乎都有不錯的承接力 如果看好覺得就是港加索的股價 在450元邊是有承接 想做一個區塊上落的部署的話 後來可以參考牛證的選擇就是一隻57329 57329這隻港加索的牛證收回價426.88 槓桿比率是14.7倍 淡倉方面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紅證的選擇 比如說這隻59051 59051收回價就是478元 槓桿比率是16.6倍 牛證選擇有57329 紅證可以留意一下有隻59051的 好了 講到這裡時間差不多 今天提供的部分 阿藤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都沒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 明晚和大家再見 讚好